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一下整个外观 很多喜欢雷克萨斯的朋友都会非常隐隐为傲的说仿锤型进气格身 但是在这台车上把它演变为仿锤型的车身了 你看这种双色的车漆颜色在整个光的照射价 能显出美轮美奂的这样一个光影效果 而前方这个前大灯配合整个中网 从整体视觉上来看 看起来非常有攻击性 而我们在配置方面可以看到前方打上摄像头 这个位置有雷达 所以整个配置层面拉的是特别满的 侧面部分几个亮点 首先这种双色的车身看起来特别有科技感 而且你发现了吗 整个侧面的车身线条优雅动感 给你营造出一种非常有质感的感觉 而且这一次在这台车上配备了电控的门把手 这特别好 但是有的小伙伴会问了 如果这车没电了怎么办 里边又有机械的解锁功能 20寸的登陆谱的轮胎 真的是整个颜值满满 来到尾部 我们可以看到尾部整体的造型 跟车头进行了很好的呼应了 然后我觉得尾部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这贯穿式的尾灯 看起来在夜间点亮之后 变日路是特别高的 而在这块我们发现RZ450E 代表它就是纯电 然后底下有个Direct For 代表的是它是一个四驱的这样一个版本 然后整个后备箱看起来非常规整 包括有照明灯挂钩 底下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整个这个实用性是特别棒的 内饰层面 这台车采用了它ZUNA缰绳概念坐舱 比方说方向盘 中控屏 完全围绕着驾驶者为中心 这个就是这台车的主要亮点之一了 再有就是这台车采用了目前行业内 很先进的线控转向系统 带来逾越驾驶体验的同时 在便捷度上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就是为什么在车内你会发现 配备一个很有前瞻未来感的异性方向盘 它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视野 以及为驾驶者提供更多的退步空间